中国移动要回A了 806倍申购 19家占颇认购243亿元 发行价格57.58元每股 立即募资560亿元 回A正式进入倒计时 12月23日晚 中国移动发布公告 披露A股IPO战略配售结果 19家战略投资者获配数量共计4.22亿 预占利协前发行总量的49.90% 合计认购金额达243亿元 中国移动本次发行的往下申购工作 已于2021年12月22日结束 往下投资者应12月24日16点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货配数量 即使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市场人士预计 一般新股申购结束后 8至14天内便可挂牌上市